大家先请合掌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就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54页倒数第五行171经这里 好 那么这部经主要是 上座跟戳谋比丘 这个插谋 那么上座佛说插谋 诸上座 我们写一下好了 他是这样 原因是 这个 诸上座 上座比丘 然后跟这个插谋 那这个插谋是生病的人 生病的比丘 病比丘 病比丘 那中间有一个佛说 这个是沾病者 就照顾病人的 我们就说沾病者 丹病比丘 这个是上座比丘 好 那他生病 那么他第一次 前面讲过 我们稍微回应一下 他第一次是 这个 这个抽谋比丘生病 那么他去问病 请这个去问 这个去他这里 然后他 问他 问 问病 他问病有没有好一点 那这个跟他讲 回答他 没有好 全身 全身痛 从头 从头痛到脚 全身 全身病痛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他在问 那么 他问 病 病有没有好一点 你生病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那么 第二个 他问 那么 你生病里面 你的心 有办法关无我吗 就是 你是这个生病 虽然生病 但是你现在 有没有办法 能够关无我 能够关无我吗 能 能见 就是能 能这个 能这个关 无我 这是第二个 他说可以 可以 能关 那这里 我们说如果他 出国的话 能够关 而且能够见无我 那么 第三个 这前面的 我们回应一下 那第三个他就问 那么既然 你生病的时候 那么 生病这个心 还有没有力量 这个很重要 这个生病 全身生病 但是身心 身心它 那么它互为影响 但是心为主导 所以 这个跟我们平常训练 在境界的时候 你心有没有绝躁力 其实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心 基本上 通常 凡夫都是 心随静转 那么静 静能转心 就心随这个静转 这个静能够影响 我们这个心 那这个静 有所谓的 外面的静 跟身心的 身体的静 身心的静 那 这个身体本身 它就是一个静 当它痛的时候 它会影响 影响你的心 身心互为影响 五印是身心互为影响 那么六处是 心静互为影响 那通常 通常像 我们听到声音 看到影响 这种种这些 我们心就会受影响 这是一种习惯 那它现在要 就是说我们修行 基本上就是要 训练这种习惯 我们的心 不受静 不好的影响 所以这个佛法 它把它叫做 明相应 就是说 当静来的时候 你就是观元气 观无常 那你就是对峙它 我们说过的 那么影响 基本上就是起两种 当你没有觉察的时候 那个就是 愚痴无闻反复 你都没有完全 你都不觉察 静正在影响你的心 你没有觉察 心随静转的时候 那么 那个叫做 愚痴无闻反复 那么 假设你已经 听闻伯法 你知道要训练这个心 在静来的时候 你要做觉察 而且你要做控制 你要做调伏 那这个时候 他就是有闻过多闻 那么你的智慧 能够用得上 那如果你 有一种说 我也听到 我也听过 我也知道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我就是没办法 那其实就是 你没有提起心力 你勉强做 刚开始是勉强做 那么 在没办法中 找到办法 你在那边一直受苦 我很苦 我很苦 他也是心 那你 你一直想 我怎么这么苦 我怎么这么可怜 我怎么这么倒霉 跟你在想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对抗他 我一定要调伏他 我一定可以调伏他 还是心 那你往这边想 他就越来越苦 往这边想 你就自己有一股力量 跟他怎么样 跟他对抗 那当然 你一开始是要对抗 那之后 慢慢慢慢 你就 你也可以 你对抗很辛苦的话 但是你有那个心 先有那个愿力 那之后 你的心也不跟他对抗 你就关着他就好了 你的心专注在 我这个 比如说他告诉你 你这个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那你慢慢 你把心力用在 用在 怎么调伏这个心 怎么控制这个心 让心不随意进转 跟一直在诅咒怨恨这个境界 它是同样的力量 只是你用在哪里而已 所以你现在要训练 所以他常常告诉你 你要密护根本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的心不知不觉 在随进转的时候 你不知道 所以他叫你观呼吸 训练 你那个专注的觉察力 观呼吸是训练 专注的觉察力 那你观行处坐卧 试炼处观行处坐卧 也是 就是动中静中 因为观呼吸是静中修 那么行处坐卧 观身练处有三个 一个是观不见 一个是观呼吸 一个是观行处坐卧 观微移 它基本上就有三个 那是观训练 你在行处坐卧中 你的心都有觉察能力 那你要常常这样做训练 做训练的时候 那么即使现在生病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有觉察能力 那你不会一直很烦躁 那么 那么你 包括你会痛 你会痒 那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你 你当你的心 开始冷静下来 去做观察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它身心互为影响 心境互为影响 那能够影响的 跟受影响的 到底是什么 那你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 透过思维 那种受想行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用 那你要慢慢把这些 今天跟你讲 就是说六路处在讲的 其实就是这些 那你要去察觉到 那么你一直觉得 我在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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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佛法是从两个地方 一个苦是什么 第二个我是什么 是不是 那你要从这个地方 那你要从这个地方 去下手的话 那你的心就越来越有力量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他第三个就是问 那么你能观 你能不能 你的心 有没有去办法去观 无我 就是你的心 有没有办法 在这个全身都痛 他讲的痛是 好像五马分尸那种痛 那他举了三个例子 都很夸张 就是那么痛 但是他还能够 就是他那种痛 他痛到那个样子 他心还有力量去观 这个是非常有力量 这个是平常就要训练的 你平常没有训练 那么 平常没有训练 那你一到境界很强的时候 你是训练不了的 你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稍微做训练 那你说 那我以前都没有训练 那现在我已经病了 怎么办 那你就要提起心力 那么 要不断地加强 告诉自己 那么一切都是违心 那么我心既然所以受苦 我也可以不受苦 我一定可以 你要勉励自己 你要鼓励自己 你要安慰自己 你不需要等到 所有的人来安慰你 鼓励你 因为那个等不到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我一定可以 所以我以前也这样 我以前从灰霆中走上来的 我只告诉我自己两个 两个 重复两句话而已 我一定可以 就是我一定做得到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可以做到 我一定要做到 所以你就慢慢慢慢 那你有了这两个愿之后 因为无常的嘛 那么你两个这愿之后 你要想办法 我要怎么做到 我要改变我的劲 因为我一直 因为你常常在家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点忧郁嘛 常常在家里面 哪里都不想去嘛 哪里不想去 你不想去静下来 更容易想 想这个想那个 越想就越辛苦 真的 那你一出去 你又觉得 这个整个世界都不和善 不友善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知心的 你就很讨厌 那你就厌弃这个世界 那你又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不可以这样 你越多时间打妄想 这个时候不行 你说那我不要打妄想 不行 因为那就变成习惯了 所以你要转 要转 转念之前 必须先转静 因为你没办法转念嘛 当你没有办法转念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转静 转静就是什么 你换一个静 那比如说有些人 去喝咖啡 去听音乐 但是你去读书 去做什么 去种花 去拔草 多好 就是你要给自己找时间做 那定一个功课 像我以前就 那你要给自己几个目标 那像我以前是 我一天去图书馆 借六本书来 一个月 我一定把它看完 因为我去图书馆很远 我去图书馆很远 然后坐车去 我去那么远 结果回来没有看 我又重借一次 那很麻烦 所以我一定把它看完 那我一定要借 所以它有一个压力 它给自己努力 然后一边一边增长自己的知识 因为你之所以 你之所以 可以提升自己的信心 就是看到自己越来越好 你看着自己进步 你就会有信心 那你怎么样看着自己进步 你不要说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能做到 然后坐在那边 那没有用 那你永远也做不到 所以医院要起修 一样嘛 我法也是这么教的嘛 花了一个月 那怎么做到呢 好 那就去想办法 我要怎么转 那第一个当然要提升自己 你加强自己的信心 一定是让自己 自己先看重自己 当你自己看重自己的时候 别人有没有看重你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真的 那你自身会有一种 很自信的光彩 不管你是生病 还没有生病 一样是的 那你老是觉得自己很可怜 然后那个时候 你都觉得自己可怜 那别人看到你 那么当然 表现出来就是可怜嘛 那谁愿意跟一个可怜的人 在一起 对不对 也不要啊 那么所以 所以你要让自己有信心 你就必须要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 你要有方法 你也有方法 比如像 我只是举例 比如像我 我就 因为我只有国中逼人而已 那时候很自卑 所以我就不断去 不断去看书 看书 所以我看了很多书 那么很多经文都背 都朗朗上 因为我很多 我时间很多嘛 我都很少 不喜欢跟人家出去玩 那么所以 我时间很多 都背这个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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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了很多 那几乎所有古典文学 我都看过了 真的 你举出名字的 我都看过了 那么 这个 看了非常多书之后 然后一边要增加自己的福报 所以我修三千善 每天要 一定 开始勉强 勉强自己 死则勉强 中则太乱 就 自己修三千善 那修到三千善 不是修一次两次而已 就修 然后另外就去参加各种 这种 这种 听演讲 参加各种活动 那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听 没有朋友 自己一个听演讲 然后去参加那种 那一种学习什么 什么 什么乐器的 这一种 然后最重要的是 心情常常不好 所以 买了一本笑话大全来看 天天看 真的 刚开始笑不出来 但是久了久了就可以笑了 然后还讲给别人听 就试着 如果遇到的话 我跟你讲一个笑话 那讲一讲 后来刚开始是不会笑 后来讲一讲 别人没笑 你自己也笑得很开心 真的 我是这样走出来的 那你看 基本上第一个 让自己的心情改变 静 你的静改变 让自己的心 投注在这种 这种 我那时候看的主要是三大类的东西 一个文学 一个哲学 一个科学 所以我看很多书 那你看 那以前 所累积的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 很多都用得上 所以你看我讲经有时候 会赢这个赢那个 我懒惰会上口 现在年纪大了 有一点忘记了 不然我以前背了很多 真的 那么这些基本上都是 你要用心力的 当你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到 别人懂的你不懂 别人懂的 别人懂的你也懂 别人不懂的你也懂 你开始自己不会自卑了 那么你一面修福报 修三千三千 你发现到 你的善缘变好了 你的善业变好了 那你开始会慢慢察觉这种事情 你自己就能察觉 你的心情会变好 你的善缘会变好 你的福报会变好 你的智慧又提升 你的知识又提升 你看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你会自卑 你即使遇到境界 你这种心来面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以前那么苦都走过来 这个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慢慢慢慢 你的心就不能 不会被静转 你能够转静 那第一个 当然是要培养你觉察的心 那你在病中 那像他可以 他可以是 他还没生这个 那么病的时候 他就在这样做了 所以他在生病的时候 他就习惯这样关 那么 即使那个力量会减弱一点 但是因为他的心 第一个 有那种习惯性 那么他也有那种 觉察力 意志力 所以他就能够提升 提升 最后他是因这样 病中观察得解脱 解脱 烦恼也断 病也好了 这个是最好的结局 但是有时候 病不一定会好 但是就算病不会好 你也解脱了 他也是短暂的病了 你会深受心不受 他也是好 所以他基本上 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我们再来看 他是问他 能够光伍我吗 说可以 那么 而且 那么他就在问 那你能够光伍我 你能够像 阿罗汉那样光伍我 无漏吗 你就是 你可以不起一切 烦恼的心吗 人如 人如露进阿罗汉 能够像阿罗汉一样吗 他是写露进阿罗汉 能够如阿罗汉一样的 光伍我吗 那么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像阿罗汉这样 那么 当然 你深苦就不是问题 对不对 你深苦就不是问题 还是苦 但是苦就不是问题 对你来讲 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 这个是 这个是他前面 说他 前面的这个 整个过程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 他说不行 他回答他 他回答说不行 不能 所以 他就 他就在问他 前面 那么 你说 你说你能够光伍我 却不能够跟阿罗汉一样 那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 不相符合的 你既然能够光伍我 那么你就能够一直光伍我 关到彻底 那你为什么可以光伍我 你又不能够 你又 你又会起烦恼 如果你真的光伍我 你不会起烦恼 不会说我痛 我这边痛 我那边痛 对不对 那不会啊 可是你又怎么会呢 所以他就问他说 那你 你第二个跟第三个 你说你能够光伍我 那你又不能像阿罗汉 这样光伍我 那你 你这样 不符合 不相应 就是说 你前后矛盾 前后不符合 前后不符合 但是他就回答他 我确实可以光伍我 我可以光伍我 那基本上我们说 他应该是正出国 我可以光伍我 但我确实也没有办法像阿罗汉 不能如阿罗汉一样 可以光伍我 但不能如阿罗汉一样 不能如阿罗汉一样 好 那这个是前面说的 那我们来看 倒数第五行 那么诸上座 这里 那么 要讲这个 他不能如如如阿罗汉 他说 这个 陀说比丘 那回到上座那边 那 跟他讲 那么 这个 戳谋 应该插谋 我们就念插好了 这个插谋比丘 那 跟这个陀说比丘 说 你去跟上座说 我确实可以观 观见无我 但我没有办法像阿罗汉这样 观无我 所以他说 我与五寿因 那么 他说 这个 那 观察 非我非我所 无我无我所 而非漏尽阿罗汉 我一五寿因 我慢 我欲 我死 未断 未知未理 就是 他还有 我慢 还没有断 就是 那基本上是 我慢是 阿罗 这个 五上分解的 那 遇 涉滩 无涉滩 调举 慢 无明 那这个慢是 由巨生我子 因为分别我子已经断了 分别我子已经断了 但是 由巨生我子 而有的 维系 维系我卷 还没有 那是一种习惯性 那还没有断 但是如果你只要证了出口 那么我慢一定会断 但是他现在还没断 所以他仍然有那一种 维系的我子在 所以他说 那么 以五阴的我慢 我欲 我死 未断 未知 未离 未土 好 那么这个是 从前面到后面 已经是第四个了 就是我已经 我可以观见无我 我可以照见五云无我 但是 我还没有办法 那么 像阿罗汉这样 就 就还没有把烦恼断尽了 那有没有把烦恼断尽 他就有所谓的苦受不苦 苦受没有苦受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阿罗汉已经断尽了 其实他已经无我了 他是会生苦心不苦 生苦心不苦 那么 这个 如果 这个是有余内藩 就是还有这个夜暴声 如果夜暴声没有了 那个就是 身心的苦 都击灭了 都不会再受苦了 即使是佛也一样 目见人也一样 那么夜暴声 他就是会有苦受 但是你的心 已经不受静 不受这个身 跟静的影响 任何的静 都没办法动你的心 包括 这个 这个身体 色身 他也没有办法动你的心 所以 他讲到这里 好 那现在是第五个 那么 诸上座 父前 驮说 比丘 那你 他第五个就告诉 好 那他既然说 这个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些上座 比丘 是还没有证出国的 这些上座 比丘 是还没有证出国 如果照这个经文来看 那么 上座 比丘 是还没有证出国的 因为他后面讲到 这些上座 比丘 教他的上座 比丘 后来因为 插谋比丘 证出国 那插谋比丘 证阿罗汉 所以插谋比丘 这个现在是 有证出国 有无我见的 但是这些 这些上座 比丘 是还没有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么诸上座 比丘 父前 驮说比丘 就跟驮说比丘 因为 他生病 不能去 生病很严重 痛得很厉害 不能去 不能走 那么 那去讲 那看病的 就来来去去 那么 就跟他讲 你回去跟 戳谋比丘讲 你说有我 那开始叫他 好好分析 其实 确实我们也是 都是这样观的 那么 比如说 我现在很苦 我现在很痛 那佛说 所以 你有学 你就要拿来用 那佛说 服我 那我在痛 那 就有两个 痛是一种瘦 苦瘦 热瘦 那苦瘦 这个瘦 是从哪里起来的 那我 什么是我 色瘦想起 色是我吗 那么 身体在痛吗 心在痛吗 那心是 又不是设法 他怎么痛 那 但是心 又 又没有病 心要怎么生病 他又怎么痛 那到底是 痛是怎么来的 跟城市合合所生来的 跟你的 跟你的 子曲相应 我见我爱相应 而来的 好 那个我又是什么 色是我吗 你就照 阿安经说的嘛 色是我 亦我相在 色是我吗 瘦是我吗 如果色是我 那 我死了之后 身体不见了 那 那我在哪里 那色 显然不是我 那瘦呢 瘦想形 是不是是我吗 那 前面讲的嘛 瘦想形都是 都是心所来的嘛 都是跟城市合合才有的嘛 那是呢 是是跟城合合而有的嘛 那怎么 怎么会 但是这个痛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样来的嘛 那你就好好想 那 那这些 这一些 当你正在想 努力想的时候 其实痛就减轻了 因为你心不在那个境上 真的 当你不在那个境上 所以 你越执着 它的影响越重 然后就会加重它的负担 身心又会影响 你的心 越悠苦 悠苦像它那个能量 它那个磁场 或是它那个能量 它那个波动不一样 那你专注像 跟平稳像 那个又不一样 那我们 我们就是细胞的组合而已嘛 那每一个细胞 它都 它都有生命啊 就是 它有它的运作啊 你给它不好的震荡 它就会有呈现不好的感动 你给它好的震荡 它就有好的感动 一样 一样是这样 你就想 这个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人嘛 一个人 那你把这些人拿起来 摇摇摇摇摇摇 每个人给它电极 它每个人也受不了 那你每个人都给它听音乐 每个人都给它安保 每个人都很好 一样嘛 每个细胞都 都在震动啊 每个细胞都在运转啊 就好像每一个人在走一样 那忽然之间你很生气 这里面发生了一种大地震 那一样啊 很多细胞都死掉 就是这样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每一个细胞它有 它是成体的 但是它有个体的这个活动啊 那我们是有很多细胞组合起来的 当你开心的时候 那个细胞是正能量的嘛 当你撑恨 当你怨恨的时候 那个细胞是负能量的嘛 它每一个细胞本来就走不太动了 你有一个人给它10公斤 它不类似在那里 那其实就是这样啊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常常观想 那观想 比如说一般有些人 他会观想光进入身体 或是观想安和 或是听音乐 类似像这一种 让身心缓和 那你要常常 就是说 当你专注在思维佛法的时候 它就慢慢会产生安定 稳定 那就冠冕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充满能量 充满正能量 那所以心 它也可以有正能量 也可以有负能量 那我们好好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其实有很多事情 你基本上 都知道要怎么解决 它不是那么困难的东西 好 那你也说 那师父你都没有受过 没有受过我这样的苦 所以你当然这样讲 我告诉你我受过的苦也很多 那每一个人要讲都有各自的苦 一只蚂蚁的苦 跟一只大象的苦 其实是一样的 当它被压迫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样 因为它虽然身体小 但是它受到的压迫 跟一只大象被做到压迫的苦 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人 因为都是它自身感受的 那么基本上都有它的苦 那么这些苦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苦中处理 一定可以 你要看那个《阿安经》里面 有一些 有一些我们就觉得 怎么可能有这种人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比如说《莲花社比丘尼》 《莲花社比丘尼》 《莲花社比丘尼》那个都可以当电视剧来拍 哪有那么夸张的 那它确实就是这样 那么但是 但是这个 如果你能够从佛法中 那么了解佛法的道理 其实 简单讲 这些都是因缘所成的 假象幻象而言 它是短暂的 它也不会一直这样 它不会一直这样 它为什么一直这样 一直有这种境界 你让它这样的 一开始 一开始可能是过去的压 那么现在的缘 跟现在的心 促成它这样 就一开始 有人晃了一把火 那你家旁边刚好有木头 就烧起来了 可是它为什么能够烧那么久 还不是你给它添木材 不然烧完就没有了 看哪能一直烧 那你给它添木材的嘛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 我让你底下看 所以它这里讲 它这里讲说 这个 你说有我 开始思维 基本上就是心跟静的问题 我 心 静 基本上是这三个问题 我 我是根本 那心是主导 然后静 那么有我 那么有心跟静 那么心跟静 那么在直取为我 那么在直取静 那静在影响心 心在直取我 那我在受这个静的影响 那在起这个心 就是这样 它基本上 那你要不就是分析这个静 那么心不在直静 那么再来分析这个心 我不执着这个心 再来分析这个我 根本就没有我 你像波作三倍经也是这样 它先给你一个敬 阿弥陀佛 或极乐世界 那叫你设心 你心没力量 散乱 散乱就是 你一下子 一下子想这个 一下子想那个 一下子贪这个 一下子怨这个 一下子撑这个 就心 不断 把力量 你把所有的力量 都分散在境界里面 散乱 没有力量 所以要你专注 要你专注观阿弥陀佛 那你观成了之后 那你 你这个静 你会发现到 这个静 其实是你心观来的 你心执着来的 它就是这样消 你的心执着来的 我心念佛 所以我见佛 那么 那么心 所以重点不是这个静 你 一开始重点是以静为主 就念佛 观佛念佛 那当观成的时候 你去分析这个静 静怎么来的 静从心来 心念佛 所以见佛 好 那你再去观这个心 那为什么我的心 我的心可以见佛 那心又是什么 这个是守观的静 这个是能观的心 你再去观这个心 心是什么 心是希望 缘起的 好 那你回到 心是希望 那我这个身心 这个心 这个静 我又是什么 那我就无我 因为 心是我吗 心不是我 那心是不 心不是我 但他也不是 就回到 是我 亦我相在的问题 他不及是我 但是也不是 离开这个心 有一个我 但也不是 这个心 就是我 也不是没有 也不是没有我 也不是有我 正见世间几 不关世间有见 不关世间无见 正见世间灭 不关世间有见 你就回到 那你说 那现在想不清楚 现在有我想不清楚 等到你 见见见见 我只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有月报无受阻这件事 你也不急着 你也不急着 处理我的问题 你现在要处理的是 心跟静的问题 那你知道吗 当你心跟静的问题 处理好了 那个我的问题 就顺势解决 真的 那你有这个知识 因为你有这个官会 你先有这个定律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之之后 由世间的政见 由这个有肉的 出世间政见 引发无肉的 出世间政见 这是从这里录的 好 那我们在我们底下看看 所以他就叫他分析 你说有我 因为他前面讲什么 他说 我于我慢 我欲我死 有没有 我于我慢 我欲我死 未断未知未灵 所以说 你能够观察无我 你又说我于我慢 我死 所以他就跟他讲 你说有我 那到底哪里有我 包括说那有我慢 到底你的我慢 什么是我 你要好好分析 你就仔细再去分析 那这个 这个色是我吗 这个身体是我吗 好 那你就开始去想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当你在苦的时候 那么 那这个苦 苦到底是什么 我长期以来 等一下牙痛 等一下头痛 等一下什么痛 到底 到底这个痛 这个瘦 这个是瘦 那么 这个是苦 那到底这个瘦 这到底什么是瘦 为什么会有瘦 那瘦是怎么来的 因为怎么来的很重要 怎么来的就怎么消失的 原生就原灭 要看它是怎么来的 那所以 那你 那从哪里来 从我执来啊 从哪里来 从执这个新跟进来 所以跟城市 那前面六路处都在讲这个 六路处 其实都在讲这个 那你看我们 读了那么多五运六路 那么 大概已经解几了几百阿罗汉 所听过的经文 那有些阿罗汉都听一步两步而已 真的 他就这样去修 他就解脱了 我们把舍利佛 穆建年 阿难 迦流投语 十大阿罗汉 几百大阿罗汉 听的经都听过 真的 但是我们差在一个就是 我们只是听 没有思维 多数人 那思维之后 没有 没有专精思维 有些没有如理思维 你没有如理啊 你想的不对啊 没有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 没有专精思维 专精思维 没有硕硕思维 又一次又一次的去想嘛 所以你就没办法成就啊 基本上差在这里啊 那第一个当然要如理嘛 但是 单单如理 你怎么想才对 这个很多人就都没有 没有去如理思维 那如理思维不是就可以 除非你过去身中 善根已经成熟 你稍微想一下就可以 真的 那如果你善根还没成熟 你想一下是不行的 这我常常讲嘛 人家那些阿罗话一听就懂 人家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你是诸事欠缺 只有东风 那你有什么办法 那没办法 风来也没办法 你也成不了事啊 所以你必须要去 你必须要去从界定 或是从正念正知 从密乎根本开始 从世间正见开始 对佛法有正信 有正见 从这边开始 这边你都没有 那你哪有办法如理 你如不了理啊 你的理 没有办法如理啊 没办法如理 你的思维 都是不如理思维啊 都是无名相应啊 你说无名相应啊 鱼翅相应啊 你跟我见我爱相应啊 你哪有办法 你再怎么想 越想越苦 越想越苦啊 叫做提油救火嘛 人家要用水 你要用油 那你越喷下去火越大 越来越苦啊 怎样怎样 越来越苦 那没办法 就是你不如理思维 不如理思维 是因为你的观念不正确 所以要回头过来 从正见 从正信正见 世间正见 跟初世正见见 开始建立 建立了之后 你养成那种 如理思维的习惯 如理思维的习惯 后面你才用功德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前面的正见见思维 就不太会有正与正业正变 也不可能有正念正定 就是你专心起来 你思维的 也不是正念正定 当这个念跟定 没有跟正见相应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无漏慧 没有办法真正留个离苦 没有那个离苦的 没有那个离苦的无漏慧 只有那个 只有那个越修越苦的 那种执着心 烦恼心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经常这样思维 经常照着经的理路 这样去思维 就算今生没有解脱 也一定是趋向解脱 你来生就很快了 真的 但是今生有可能就会解脱 但是菩萨道 它是你不急着求解脱 但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这个 有这个无神法人 就是你一定要有信空 会要有无我的正见 要有无我的正见 但是你不一定说 我急着要入念法 不急着这样 如果出菩萨道 它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不正入 因为你也不会 第一个 当你有无我的正见的时候 你就不会剁三二道 你虽然有轮回 但是轮回也不苦 你的轮回是不苦的 轮回会苦 基本上是 跟你的二业二元相应 那么你就算你过去 你在入圣流以前 得无神法人以前 你有二月有二元 但是因为你自从正见相应之后 你不会再有二心 所以过去的二月二元 就算成熟要受苦 你也不会起烦恼 那么受完苦 就不会再有下一次的苦 为什么 因为应该受的都受了 那你的心不会再有二业 二阴二远 所以即使有二业 也不会成熟 已经成熟的会受爆 受爆也不会影响你 因为你已经 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不会因苦而苦 你不会因苦而苦 你苦只会让你 更加努力的修行 它不会让你退转 所以正见正上的 不剁三二道 其实就是这样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来观察 就是说很多人 其实不具正见的 没有正见相应 所以没有正见相应 即使你这样修 你还是不如理思维 你有正见 但是你不如理思维 你没有那个理路 所以为什么要有论师 来跟你解释 来让你知道 就是你要顺着那个理 依着这个缘起的理 这我常常讲 佛法再怎么殊胜 也不能违反言情 再怎么不可思议 也不可以违反夜报 夜报理则 不可能我做了 然后你就可以得解脱 我做善事 回向给你 你可以增加福报 我带你拜餐 你可以减少罪业 那不可能有这种事 那这个证件 这个世间证件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报 制作业制作报 这个是世间证件 你都没有建立 你都没有建立 那你要 你说出世间证件 你要怎么样可以建立 你这个思维方式 你平常在佛法的思维方式 你就不如理 那我问你 你在思维无我的时候 要怎么如理 你没办法如理嘛 它不符合缘起 不符合夜报 不符合中道 不顺于世地 佛法的核心 缘起 世地 中道无我 你都模模糊糊 蒙蒙隆隆 那你要怎么样 我问你 你要怎么样如理思维 所以这些东西 要先知道 那么你听了之后 你要先把它做确认 苦 急 灭到 苦就是问题 生命中的苦 生活中的苦 那么 这个 这些苦 不离开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 跟生活上的 生老病死 这个是生理上的 生命中的是生跟死 生理上的是老跟病 心理上的是 愿正会爱别离 生活上的是求不得 就这些 不离开这些 总过来讲就是这些 那这些都是因为有这个五蕴生 所以叫做五蕴赤胜 有这个五蕴生 所以我们受苦 那这个苦到底从哪里来 我到底从哪 因为有我就有生 有我就月报生 那有月报生 就会有生死 有生死就会有这一些 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 生活上的 那么一定有 不可能没有 好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到 先做到 让现在的苦 没有那么苦 让未来的苦 不会有 让现在的苦 先减少 那么消失 然后消失 那要先做到这个 那你要先知道 那苦因是什么 苦因是夜 夜怎么来 有烦恼来 烦恼而且相需 相需就是 你不知道这个错 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你不知道这样不对 这样说 这样想 这样做不对 那你一直做一直做 那你又觉得 你一直在受苦 那苦 苦一定跟你自己有关系 那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那你 你天天祈求 诸佛菩萨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来改变 让你不受苦 那是不可能的 违反缘起 违反夜报理则 违反缘起法则 那你 你这样 用了很多的心力 如果 如果苦解决 那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不如理思维 就会更深刻 因为你就认定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是啊 当有一天 你生病了 那你去庙里面 那 那 要一杯 符水来喝 喝下去 病刚好 好了 那你就深信 那个符水 可以致病 你以后 十次 有八次 你都会去喝符水 为什么 你相信 你就肯定 这种事 那这种事 是不符合 业报的 那所以 我们对 我们对这种 灵感的东西 感应的东西 你思考 你不要顺着 只是从结果上去看 不是的 要从缘起上去看 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是对的 那要佛法做什么 不需要学习佛法 对不对 如果这样可以 我们学习佛法做什么 我们修行做什么 不需要 那你要赚多一点钱 让你的儿子孝顺一点 帮你做一场瓦会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还怕堕落 不用怕堕落 把地藏菩萨 带在旁边就好了 是不是 死了就要怕 把骨灰放在地藏菩萨 最旁边 花一点钱就好了 哪有可能 不可能 可是你看大多数的 佛教有这种想法 那当然 那当然 你都不如理思维 你没有跟缘起 证件相应 你怎么跟 无我证件相应 我问你 你不跟缘起 夜报的证件相应 你怎么跟 无我中道的证件相应 不可能 你去讲什么 是我欲我 相在 没有 这个没有 没有作用 为什么 因为你就执着 有一个我 那么你的夜报观念 世间证件 你的世间证件 都没有建立 你怎么可能 会有出世间证件 你的心都在进上 你怎么可能 会反观自己的心 你都执着在外境上 你的心 所有的苦乐 都是他做 他做是什么 你可以是自做 也可以是他做 他做是什么 是诸佛菩萨 或是一些 天神鬼怪上帝 天 让你受苦的 那么 如果你说 那是我自己 造业受苦的 可是诸佛菩萨 可以让我不受苦 苦是自做 但是苦灭是他做 那这样 这样符合缘起吗 这样也不符合缘起啊 大部分的佛教徒 都相信 都承认 苦是自己做的 自己造业的吗 但是 他也相信 自己造的业 诸佛菩萨 可以不让你受苦 可以灭你的苦 那你说 这是哪一种缘起说 对不对 这个流转的是要自己 还灭的 靠佛菩萨 那 那 那前面 无明灭则行灭 不用 前面的不用无明灭 佛 佛知道了 我就行灭四灭 乃至老病时 又不会苦老命 前面的不用无明灭 那 无明 无明原行 行原事 所有有流转 所有有苦 老病死 又被老苦 现在不用 现在无明灭 有种 还灭的不用 前面不要放无明 放什么 放如来 应供 正变之 放观世音菩萨 放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知道我在受苦 那么 我因为虔诚祈求 那么地藏菩萨 就可以把我自己造业 应该受的苦 免掉 我只要念了 这个灭苦的咒 念了灭苦的佛号 念了灭苦的菩萨身号 拜了一个灭苦的灿 那么我的苦就可以消除 你想一想 这个是缘起的观念吗 要知缘起 才知无我 那么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不是缘起 你知道 我相信大部分的佛教徒 相信 而且承认 自己的苦 是自己造业形成的 祸业苦 这个他相信 但是苦要灭 不用自己 靠佛菩萨 你看 那你想想 你想想 我不用灭业 我不用 我不用不造业 我也不用说 把这个 把这个烦恼灭掉 我只要紧跟着 因为 因为诸佛菩萨 有大威德利吗 他的名号 他的相 他的经 他的咒 都有大威德利 有不可思议的大威德利 好啦 不可思议 变成不可理喻 没有办法用道理说 那你要怎么灭苦 我问你 那你平常的思维 是这个样子 你要怎么灭苦 你灭不了苦 你的思维方式不对 集体不如理思维 那么大家透过 集体的运作 有一些感应 越来越相信 见佛 见菩萨 什么生病 办一步参好了 念个座 事业顺利 严供佛供之后 身意兴隆 惨 不感应还好 一感应 跟鱼翅相应 跟邪见相应 跟不如理相应 你想想 你想想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 没有办法灭苦 那这些啊 这些啊 在我们现在的 佛教里面 相信业 是自己造的 但是也相信 不需要自己修行 就可以灭苦 你看 是不是很矛盾 很矛盾啊 那你没有先改变 这个观念 我告诉你 你的思维不得力 不如理啊 你就算非常专精的思维 你也不如理啊 你就是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 我常常讲嘛 思维要三种思维 第一个一定要如理思维 就好像修行 要三个原则 第一个要正确 第二个适合 第三个就相训 大家 常常体力 就会常常见 常常知道 三个原则 要把握三个原则 正确 适合 适合就是 契合自己的基 适合其实是契机 但是要正确 要先正确 然后之后就相训 就要持续做 发现是正确的 这个病 需要这个药 而且这个药也适合你 那你就吃到把病治好为止 基本上就这样 这个方法也是一样的 三个原则 三个趋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脱 那你把握这个东西就好了 它不跟二相认 二是什么 不跟烦恼相认 不跟鱼吃相认 它会提升 有提升作用 你这样做的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定会离二相 你会越来越好 那如果你没有越来越好 你做一年也这样 做十年也这样 那就表示 这个不符合佛法的原则 那么到最后 你的负担一定会越来越少 一定苦 苦 心的苦会越来越少 心的苦还不一定 但心里面的烦恼 苦一定会越来越少 一定会 你会有一种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离乐囊 有一种自在的感觉 有一种安乐的感觉 有安定 有安定 心会安定 心会喜乐 安定 喜乐 自在清凉 你会发现到 当你学习佛法之后 它有这种特质 那你会越来越好 你会越来越好 那你的烦恼 你的苦会渐渐减少 你对于执着这件事 对于世间的执着 对于你自己的执着 对于别人的执着 都会减少 那这个要先确认 那确认 你有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执见 你都要先正确 那么 基本上就会引发 所谓的 如理思维 政见 之后要有正思维 正思维一定要 如理思维 因为你是依政见的 但是虽然是政见 但是有一些人就不如理 佛说的一定是正见 但是佛弟子 不一定有如理思维 佛这样说 他那样想 也不一定 你想的方式 错误了 所以他不如理思维 不如理思维 他没有办法得到利益 没有办法正见真上 就没办法正见真上 如理思维之后 如果你单单如理思维 你不深刻 不深刻也不产生力量 不然法没有办法入心 如理是要如法 就是法你要如理 要有正见 正见之后 那么你要入心 你要硕硕思维 你要专精思维 就是心要专注 它才有力量 你要专精思维 专精就是你的心 要在法上 一直在法上 一直在法上 就是很专注地去思考 这样的道理 所以常常要独一进处 自己不受干扰 因为我们一开始习惯心 很容易面对境界起反应 叫你不起反应 你做不到 旁边有个养鸡场 你在那边打坐 坐不下去 又臭 又吵 你说 那你不管他就好 没有办法不管他 没有办法不管他 真的啦 但是如果公务好 当然可以 如果你公务好 你一下子就录定了 录定了 这个感官不起作用 打雷也听不到 不要说鸡在叫 大象在叫 你也听不到 味道你也闻不到 但是还没有之前 你就是会受影响 所以要找一个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你要找一个 不干扰的空间 但是你公务好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关系 真的 但是还没有的时候 你要让心不受干扰 你就是要有环境配合 要那个进 所以不能离心 要离境 不能转心 要转进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刚开始要要进配合 所以极乐世界 它就是给你一个 很好的休息 就是进 它只是这样而已 那么专精思维 要持续 持续一段期间 很像喘目取火一样 那么它就是要那个点 一直在那个点上 然后要相续 相续到它发热 着火就好了 那这个时间 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上次你就是要相续 要如理思维 要专精思维 要硕硕思维 要硕硕思维 那么如理思维 要有证件来 那么要专精的如理思维 要硕硕的专精 如理思维 基本上是这样 那配合正确 适合相续 一样 就持续持续 你就持续这样修 那么你一定会 向上向上 一定会向解脱 我们先下课 我先下词 我先下词